好 主播從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 直升機在空中盤旋 所有隊員只指定著下方等待吊欄緩緩拉起 這次出勤救難的對象身份有點特別 他們是屏東縣議員鄭欽元和他的妻子 原來兩人在爬山時不慎受傷 消防員獲報後立即派員前往 並申請空勤直升機 帶你來看一段現場畫面 爬山遇難向消防員求救 發生在中央尖山時的友好上午 鄭欽元的妻子因為跌倒造成腦震盪和手指骨折 她自己則是高山症發作 頭痛再加上沒有力氣 就擔心會發生危險只好向外求援 根據了解鄭欽元是登山勞壽 常常在網路上PO出自己爬山的照片 沒想到卻還是遭遇意外 索性搜救隊員及時抵達 將他們送往醫院治療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近消息 把時間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 立刻下載靜新微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